高雄單日新增了636名的確診個案 疫情升溫 有家長抱怨說 女兒班上有同學確診 依照了規定PCR陰性得在家隔離 但由於兩個女兒他們平常是共用一個房間的 讓大女兒也一起加入3加4隔離行列當中 但是大女兒卻是被學校要求要到校上課 家長質疑說要是有問題的話誰該負責 而另外還有確診學童的家長被班導師要求要自行通知全班同學 他質疑說這樣子不是要昭告天下說我的孩子確診了嗎 對此教育局解釋 個案互報當天時間太晚了 老師可能擔心說一個一個通知太慢 才會找家長幫忙聯繫 其中63例來自校園 高雄疫情單日來到636例 當中有63例來自校園 也讓家長心光 有媽媽PO文 小女兒班上有人確診 被通知到醫院PCR 雖然結果陰性但家中還有大女兒 考量兩個孩子天天一起吃飯睡覺 擔心風險也讓大女兒做3加4隔離 但大女兒老師卻來電說問過保健室要來上課 家長想請假老師卻不給請 質疑要是有問題誰負責 媽媽她的動機是對的 那我們學校也應該支持這樣媽媽的一個 為其他班上同學的想法 這個中間如果有溝通上的問題 那實在是抱歉 家長緊張可以理解 還有立民家長則是好為難 孩子確診卻被班導師要求 自己通知同班同學不要到校 等於昭告全班就是我確診 是否也算一種霸凌 因為隔天早上要上課 一個聯繫可能會太慢 所以他就平常有聯繫的家長 他會幫忙來傳播這些訊息 教育局解釋 按正常SOP接獲衛生局通知之後 會立刻啟動聯絡該校的校長主任 成立群組 指派適當人選聯絡 這次個案因為貨報時間較晚 為了及時通知才會請家長幫忙 台南也陸續在傳出有學校學生確診 累計全市13所全校停課 66個班級停課 確診年齡下滑 家長難免多了擔心 記者綜合報導 琥珀 劉 劉